你不要覺得我不怕鬼 有時候 不然今天才七月專輯 我這次住到一個那個有鬼的古堡 很貴喔 這時候要怎麼對話呢 對不對 你付了這麼多錢 來到一個 我也可以怨恨說 什麼該死的朋友訂製城堡 可是我其實那時候心裡想的是說 哇 考驗來了 考驗來了 我們就來看看有沒有鬼囉 然後到底他要 告訴我什麼呢 很精彩 見鬼了 見鬼了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青書 我是謝哲青 我們邀請到的是吳淡如博士歡迎你 進到今天主題之前 其實我還是很好奇 就是不管做什麼事 一定是往前衝 永遠也用不完的好奇心跟精力 其實我是不得不往前走 為什麼 因為我是一個很過動的人 一直待在原地 我會覺得無聊 你沒有發現我是讀什麼就不玩什麼嗎 比如說我念法律以後就覺得說 夠了 這時間夠了 我不能再當律師 這下不行 然後念完中文 其實我有拿到那個 國立大學的講師資格 我也沒去耶 就中山大學 是 然後後來了現在念歷史 真的 我頭髮都白了 這是我染的 因為他的很多規範非常的嚴格 一個標點錯又被老師罵半死 我想說我人生怎麼會淪落到這種地步 但無論如何 我畢業了 然後畢業之後老師問我要幹嘛 我說 我永遠不會當歷史學者 我要來寫仙霞劇 仙霞劇 所以你真的認真嗎 要寫仙霞劇 寫的寫不出來 那就是我個人能力的問題 是 有沒有 但現在不是很留情三個字叫鬆弛感嗎 對 事實上我的心理是鬆弛感的 我一直覺得我退休了 就好像你說Podcast 有天有人跟我說 哇真敬佩你 你已經每天更新人生實用商學院 更新了一千多集 還有講歷史的那個人生不能沒故事 我大概也更新了五六七八百集吧 別人會覺得說你很辛苦對不對 其實啊我人生有一個轉折 就是如果那件事我喜歡做 我就不會覺得辛苦 會樂在其中 是我們今天來談這本書 我覺得這一生值得好好過 但是在之前呢 因為大家都看到桌上有這個 台菜的 買盤大餐 對我們今天帶來威士忌 威士忌後面寫的是這個 蘇格蘭愛丁堡獨立桶威士忌 你看看看 只要看到我喜歡的東西 我眼睛就會發亮 對 我就想到要拿給你 其實這是我開的第一瓶 因為買了一桶 然後這是我的話 在我選酒的這些桶中 它是剛喝下去有一種藍彪的味道 可是後來雪立桶想要討好 你的那種感覺就會越來越強 就把它當成餐酒吧 對這很好了 它是蘇格蘭滴滴的威士忌 我跟你講喔 我2008年那桶酒買起來也沒有多少錢 一瓶大概2000塊吧 後來國際拍賣賣到8萬台幣 因為前面有朋友收過我送的酒 所以這個其實就請好好保存 如果是完成一瓶的話 我的酒真的會漲價 所以我自己都很自命不凡的簽了名有沒有 它大概是18年到20年之間的酒 然後它是屬於雪立酒桶 你也蠻厲害的 沒有還好的 它就是當然雪立酒桶的這個風味非常的香醇 其實它是調到威士忌裡面很接近 很接近藍彪的 對不對 而且這個畫也是 前衛後衛不太一樣 對 當然丹文姐自己畫的 對 其實就是為了我自己的畫 我畫了一個小丑 你知道嗎 長男就是我 他還長了貓耳朵有沒有 沒有 其實人就是要卸下油彩之後 你才會看見你自己 是 我覺得悉心打扮的這個部分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為你打造某一種人設 可是有時候那個人設並不是 跟我們本人沒有關係 所以你看看那個封面的小丑就是這樣 小丑也挺可愛的 但是我非常知道 要卸下了那個妝之後才是我自己 是 在藍彪姐的新書裡面講到一件重點 就是說人的獨履的能力很重要 其實這個相應人生是 人生孤獨的能力很重要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那獨履的能力就是 當我的行程全部被放鳥之後 剩下我一個人了 我要去哪裡 完全自由了 你到底是快樂還是擔心 當然是開心 對其實我是快樂的 我知道你也有這種心情 於是我就開始規劃 就去就地重游 去重游那個威尼斯 因為跑不遠 然後波隆馬 對波隆尼亞 然後在米蘭吧 我想米蘭的大街小巷 我現在大概都快可以當導遊了 已經到這地步了 但而且你在旅行之中 你認為你獨履中最開心的 除了自由之外 其實是跟自己對話 跟自己對話 我終於有時間看見我自己了 然後糟糕了 那個聲音又出來了 什麼聲音 那聲音就說 來吧 人生已經很有限 你到底還要做些什麼 我其實這個聲音 從我二十幾歲就出現了 所以你會覺得說我去做一些怪事 也不是在做給別人看 其實別人眼光對我而言 絲毫不重要 不可能年輕的時候 就完全不管人家的眼光了吧 我年輕的時候很在意啊 對啊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 還算是乖乖長大的 什麼都要表現得很好 可是我慢慢的就是把這個表現得很好的 評鑑價值轉移到我自己的手上來 我相信人喔 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只能悟 不能度 有些事情是交不來的 是的 那悟的時候 通常是遇到事情才會悟嘛 我完全同意 有哪一些事情讓大陸姐悟到了 就是說 我應該人生自己負責 我人生打擊太多了呀 你自己知道的就一大堆啊 我遇到的都是巨大的生離死別 差點我自己也送命 但是在那個最危險那一剎那 我常常就在問自己說 來來來 你現在學到什麼呀 所以你真的會這樣問自己 我永遠在這樣問自己 包括現在 就好像我在生小孩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是真的快要死了 自己也覺得說 已經快要無法掌握了 可是我那時候的祈禱就是 請你讓我的體會有意義 只要我活著 我一定要從這種苦難和悲劇中 我一定要得到什麼 這算是我對命運的反擊 而且我很喜歡的電影畫面 就是阿甘正傳那一幕 他不是救了他的連長才排長嗎 然後可是被他救了之後 那個排長不是斷腿 有一天他們出去捕魚吧 就遇到了暴風雨 那個人就坐在船尾上面 然後跟整個天地宣傳說 你來呀你來呀你弄死我啊 反正你就只有一條命 那你要得到什麼 其實我得到的答案都很平庸 不是要做別人眼中閃亮的人 而是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其實後來 你知道我大概有三年 寫博士論文 我一邊在埋怨 事實上我心裡還蠻開心 因為好吧 你就折磨我 來呀來呀來呀 看我會不會被你打倒 是 所有的教授都是那場暴風雨 我從中是有得到了某一些樂趣 而且我很享受那種 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埋頭八個小時在寫東西的感覺 你知道我有個很 我自己把它搞得很豪華的書房 我也有可能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其實買的是一個 不是房子而是旅行 我需要離開我的正常生活空間 在那裡做我的心靈之旅 或者是做我的協作之旅 其實對我的意義就是這樣 我喜歡不動產的理由 我喜歡研究不動產的理由 那個在於我永遠需要我自己獨自的空間 我覺得那只是一個衍生品 其實我無聊到 我連去普羅旺斯威尼斯 我都在調查 那個會自動喔 跟我太太一樣 出去人在看房子 我沒有要買 但是我自動會掃射 對然後它的房子是那個金字塔的顏色對不對 綠的黃的紅的 對 為什麼這房子在這個地方 然後賣這種價錢 什麼等級嘛 歐洲的 然後可不可以買 那你還會不研究法規 我還會喔 我當然會 我不會 真的是不關文管 但如果他後來去買了歐洲的房子 那他就是傻了 他沒有 他沒有 他不會做這件事 因為我的理想 夢想跟那個現實 都調查歸調查 但我腦袋還是得清楚 是 對單位介紹 生活中的溝度感跟女生 其實差不多一樣的 另外一個就是 他不值得享受 對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出去 他連平常都沒有跟自己相處的經驗 是的 他自演自語不是 自說自話 自我中心不是跟自己相處的 這就是問題啊 對啊 所以你如果想要享受一個人的旅行 好 不會覺得自己是上家之權的話 你本來就要有自我對話的能力 那什麼是自我對話 你知道 我覺得問題在這裡 其實自我對話的能力 始終是我的人生最重要的能力耶 雖然我讀了很多的學位什麼 但是我必須說我真正學到的東西 恐怕也不是老師教來的 而是在某一種系統學習裡面 突然隱約的聽到某些聲音在跟我對話 於是就有啟示 包括我的投資學大概也是我自己這樣學來的吧 我跟你一樣很喜歡從書中找答案 這是我從小的 因為我從小在鄉下真的沒有看到什麼 讓我覺得道德景仰加上精神崇高的人 所以我必須去跟書中的所有靈魂開始講話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習慣 所以我的自我對話裡面 並不是我一個人 有時候根本就是一個最後的晚餐有十二個 我這樣講你一定會覺得 有我可以理解到那個場子跟觀落鷹很像 文學觀落鷹 是的 對我們就可以把很多人請到家裡面來 對但是說真的啦 雖然是如此 你不要覺得我不怕鬼 不然你才七月專題 我這次住到一個那個有鬼的古堡 很貴喔我跟你講一個晚上 很精彩 真的見鬼了 見鬼了 不是我一進去後來才發現我朋友 那個是也有朋友在 要是我一個人的話我想其實我也不會發瘋 我會自處 就是裡面大概有四個房間 訂起來一個晚上要四萬塊台幣 好貴喔 真的 但是你一進去 你摸到那個床上都是灰塵 然後上面都是那種 看起來是17世紀的糧幕 而且都是露出來的 然後還有他有給你浴巾 那個浴巾一摸就是應該洗了100年吧 你知道嗎 剩下纖維的感覺 所以也還是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但這時候要怎麼對話的 對不對 你付了這麼多錢 來到一個 我也可以怨恨說 什麼該死的朋友定這城堡 可是我其實那時候心裡想的是說 哇考驗來了 考驗來了 我們就來看看有沒有鬼了 喔 就後來 然後到底他要告訴我什麼呢 對 好所以我們期待那個 除了仙俠劇之外 我們就給故事給你看 今天謝謝大家 酒還不錯對不對 對 酒很好 謝謝 適合我現在的年紀的好久 酒妹說那個太長沒有用 你不如剪兩集吧 好喔 今天是人生相談事 怎麼樣面對生命的低潮 然後怎麼樣呢 去面對未來 怎麼樣去挺過孤獨跟寂寞的時候 那這本書裡面有一些例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 啊你都看到這邊了 還不趕快按訂閱 要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啊對不對 我們不是玩食物喔 我們是認真的把它吃掉 你看地質學的證據是很有趣的 好 好 讓我zzo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